希望喔 因为那个资料760笔订单里面 就是从2005年到2010年 可是我不要那么大的范围 我统计的范围只要取 2010年的上半年度 所以我有个条件 那我要怎么找到这些资料 所以找资料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今天资料是在外部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什么 在Excel里面有一个叫 我切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空白工作表 那除了说刚刚提到从SS 从Web 如果你没有用过这些功能 我建议从Web你也可以试试看 网路上有资料 你也可以抓 从文字档刚才有用过 从其他来源 那其他来源里面 一般用最多就Microsoft Query 那Query顾名思义啦 就是查询的意思 也就是你 告诉他你的资料库在哪里 那那个资料库呢可能需要账号密码 也可能是 直接是一项 SS的档案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 没有那个 伺服器啦 所以我们就 直接选择 某一个档案 跟他讲说 那我的 资料库 在SS资料库 那SS资料库呢 你按个确定 所以特别主要选那个什么 最下面这个 叫Microsoft SSDatabase 我们用档案的方式好了 那未来如果 有其他的资料库啦 你有账号密码的话 或者公司内部有连线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连结 你可以去连过去 其实做法都差不多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他问你说 那 你的那个资料库在哪里 那我跟他讲说 我的资料库 我是放桌面上 的那个我的 进阶范例里面 所以找到一个product 点那个 ACCDB 特别说你们就自己找一下你那个资料库的位置 然后按个确定 接下来的话呢 他就会找到这个资料库里面 有一个资料表 叫什么呢 叫Sales data 按你旁边有一个加号 你可以展开来 里面很多栏 如果你要 只要其中某一栏的话 你可以加进来 移除掉 那移除是这边 如果你要全部的话 很简单 就是选上面这边 然后怎么样 点这个箭头就好了 他就会帮我把 这边所有的data 都捞过来 捞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还下一步 再来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全部的话 你就是下一步下一步 他就全部了 但是这里我希望 2010年的上半 那你就想 出货日期 是一个条件 那你跟他讲 我的出货日期 是 哪一天呢 是从 2010年的1月1号 到2010年的6月30 所以 那你要怎么下条件 日期的话 特别是日期你可以把它当数字看待 它其实里面存的就是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 其实1900年 跟1900年1月1号相比 相差几天 所以有时候你 把那个 日期 把它变成数字的话 你会 它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数字 那就是跟1900年相差的天数 OK 那我们如果要比较的话 我可以 应该是 我要大 应该是大于等于 哪一天 所以你这边输入那个 20 所以你这边的话 20 10的 斜线 1月1号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要用那个西元年表示 你不要用那个民国年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小于等于什么呢 2010年的 6月30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 那个范围 6月应该是 30 OK 按下一步 好 这样的话呢 那它问你说什么 主要件是哪一个 T是哪一个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就先略过 下一步 然后最后的话 将 资料传回 E-Sale OK 然后就把它完成 然后它就问你说 那你要把资料汇入到哪里 然后把它汇入到 A1的储存根好了 OK 就这个工作表的A1按 确定 那它就帮我把资料给 产生过来 那因为 那因为它是从ASUS过来 所以它也会转换成一个表格 如果你不希望看到这个这么混乱的状态的话 我是建议你上面有个转换为范围 你就把它按下去 它就怎样 帮你把它 转换为一般的范围 就不会把它定义成那个 资料表 不然的话资料表里面有很多东西 但是 可能会影响你 在 找资料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捞过来的东西 就会刚好是20 10年的 1月1号到 6月30 其他的资料就不会出现 那里面总共56 减1 刚刚55笔资料 这边已经捞到了 那这个是第1个 如果说我今天是用什么 资料里面的从其他 我去 SS里面捞是这样子 那第2个方法说 假如说我们原来已经有 用那个TST的 档案 那我可不可以用 里面我刚提过 筛选 游标放A1 筛选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要用那个什么 Excel里面 已经汇进来的那个 文字档 那你要做进一步筛选的话 你可以筛选按下去 那这个时候呢移动到A栏 上面有个箭头 一样啦 其实你要的是2010年上半的话 这个地方他会先列 哪一年 不过我们如果只有选2010可能会撈到 那个2010其他时间的 那怎么办 很简单 进一步 这边有个日期筛选 OK 你会发现 其实日期筛选有没有 刚刚是什么 戒余吗 所以你可以找到什么 戒余 有没有看到 日期戒余哪个 时间 所以你可以 选择那个戒余 所以点下去 日期筛选 戒余哪个时间 那我们就怎样 诶 之后 或等于 之后 对 意思就是 一样 20 10年1月1号 所以其实 这个 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10的 1月1号 然后呢 之前 之前或等于 那就是 会是那一天 2010的 什么呢 6月 30 按个确定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 2010 1月1号以后的 留下来 其他的 都不见了 其实不是不见 他其实是 帮你隐藏起来 筛选其实 不是不见 他只是把那个 隐藏起来 那如果说将来 你要把这个资料 另外再放个地方的话 可能没有像刚刚那么方便 他会自己汇入 你要自己手动 那你要怎么手动 1 游标放A1 2 记得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记得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你要变成要 筛选可能最后那个步骤 比较不方便 但是也还好 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名称的话叫 2010的上半 20 2010上半 然后把它贴上 贴的话就贴到A1 这样的话 也是大功告成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栏框没有自动调整 我刚刚讲过 A栏选取到J栏 快点中间其中一条线 一样可以自动调整 不过这些东西 如果你要自动化也可以 以后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录下来 然后看一下里面的程式 以后也可以 甚至你也可以下条件 你要找哪一个Range的资料 你又给他两个参数 他自动就帮你查完 自动帮你把资料贴过去了 甚至自动帮你产生枢纽分析表 自动帮你产生枢纽分析图 不就都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希望开个头 因为 这个东西其实要学习的那个时间还蛮长的 那这么短的时间 讲 已经有点比较偏难一点 对有些同学比较 没有基础的话 听起来可能会比较深色 但是 我是建议啦 这主要我们目的是开头 开个头让你们 以后可以再 去做一些其他的应用 所以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两个方法 一个是 利用那个 从 其他 来源找到那个Microsoft Query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就是利用什么 现有的汇入档案 然后我们用什么 筛选 筛选的话呢 我们筛选完之后再把这可能要复制贴过去 最后 贴过去之后你要恢复的话 就是再按一下筛选 他要恢复 按一下他就会出现箭头 然后我们用什么 日期筛选里面的介余 那一样 这个其实我们也蛮常用到就是 如果你要把这个当成是 资料库查询的话 你也可以录制聚集 然后 做修改 丢一些条件给他 就可以变成一个查询系统 甚至未来你也可以延伸到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自动产生你要的 那方面的资料出现 可以试一下 这个是 取得那个2010年上半的业绩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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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